大家好我是秦师傅 欢迎您观看我的视频 在之前呢我做过两期盒棒的视频 都上了热门啊 很多网友都觉得盒棒特别的好吃 就是处理起来比较麻烦 今天呢我给大家分享一款 处理好的盒棒丝 昨天我吃了一袋 它的口感相当不错 特别的鲜一点都不老 今天呢我将用辣椒来给大家分享一道 麻辣盒棒丝的详细做法 首先呢我们把盒棒打开 把里面的水把它沥掉 倒入盘中 这一袋炒一份正好 然后呢我们切一把辣椒给它切一下 糖椒呢把它切成圈圈就好了 今天我做的是湖南风味 而且呢我个人也比较喜欢吃辣 所以呢加了很多小米椒 同时呢还准备了生姜葱 蒜末 干辣椒 花椒 香菜 葱花 花椒油 老干妈 还有十三香粉 我们的前期准备工作基本完成 这一步开始正式烹饪 首先呢起锅烧水加入适量的料酒 这一步先给盒棒丝进行一个简单的撮水 水温七八十度左右 倒入盒棒丝给它焯烫五六秒钟即可捞出控水备用 起火热锅加入一勺摄拉油给它润锅 然后倒出来加入适量的猪油 加入猪油的目的呢能增加它的口感和香味 当然不喜欢的也可以用菜籽油代替 油热以后呢倒入生姜葱蒜末给它焯锅 加入干辣椒花椒爆炒出香味 激发出香味以后呢紧接着加入适量老干妈豆豉增加风味 加入适量红油豆瓣酱增加酱香味和菜品的色泽 炒出豆瓣酱的红油和香味以后呢 紧接着倒入青杭椒和小米椒 大火翻炒把辣椒炒至断生 紧接着倒入刚才超过水的盒棒 下入盒棒以后呢同样是开最大火 给它翻炒五六七八下 然后开始调味 加入少量蚝油增加鲜味提升浓郁度 加入少量十三香粉增加风味 加入一点点盐增加底味 加入一点点白糖综合口味 加入适量的辣鲜露提味增鲜 没有的也可以用生抽来代替 同样是大火翻炒五六七八下 把调料炒匀 最后下入香菜和韭菜段 加入适量的花椒油 开最大火炒出香味 炒出锅气即可出锅装盘 一道非常下酒的小炒盒棒丝制作完成 做的不好 纯属娱乐啊 今天视频到这边 喜欢我视频 帮忙点个赞再走 谢谢大家观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